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 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 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 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 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 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除此之外 我们也邀请到前以色列国防军上校 现任基瓦提军旅主席伊萨克 一起来带领我们深度探索以色列之旅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发 好久没有看看留言发了 没错 那最近我们是找到了一些 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些讨论的留言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 我们的留言真的是多彩多姿 很棒嘛因为这样证明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觉得很好 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是都一样的想法 那就集气人吧 对不对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才可以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然后一起聊一聊 就说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看法 要是怎么样 好 好那第一个OK 这是来自于我们一个非常支持我们的一个观众 很关心我们 对对对对 好那第一条留言这个朋友刘他说 基督精兵有两点我要解释 第一他完全知道堕胎是谋杀生命 他绝对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第二就是他当选2024年总统是为了日后的美国日后铺好道路 即人选通信 sorry这个地方我看不懂 有国才有家 这是定律 亡国何来有家 以色列就是一个例子 那他在讲的就是我们上周初的一个节目 讲的是关于川普对于堕胎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然后也讲到了这个国和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以前的节目都有讨论过 那今天我们就再来讨论一次 那首先呢 第一个他完全知道堕胎是谋杀生命 他绝对不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其实川普在堕胎的议题上面 他是非常的摇摆不定的 其实两方面话他都讲过 以前他有非常坚定说过 就是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胎儿就是生命 然后生命就始于conception 就是金子跟卵子相遇的这个时候 所以他曾经讲过这一话 然后而且你也看到他的行动 他在最高法院里面放下这些大法官 他当时非常大的一个意图就是为了要推翻Robe Wade 就是说要把这个堕胎权回购到各州 这都是非常好 但他现在呢会出来这种的言论 我觉得了我的观点就是这并不代表说他不知道堕胎是生命 就是他非常清楚堕胎是杀害生命 很多的时候像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了 川普也是人对吧 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神不喜悦 不让我们这样去做 我们会因为周围很多人其他的意见或者声音等等等等 我们会说错误的话 我们会在那一瞬间做出错误的决定 这个都是有的 他这个东西从哪里出来了你还记得吗 就是他在从2022期中选举之后 他就开始说的 然后他说他为什么他的这些候选人会输掉选举的原因 就是因为保守派跟基督徒对于堕胎的这个 太强硬 对于堕胎的方面 对 那他那时候说的时候 我就已经出来就是讲说就是 这个不应该 你不应该讲这样子的东西 因为这样东西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 我们会选你出来当总统 就是因为你不怕这样子的批评 但是你却因为red wave没有发生之后 然后你竟然这样子妥协了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案例 我打个比方 美国在建国的时候 一切在这个宪法 还有人权法案 这上面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的权力是审给了各方面的这个东西 唯一一个当时建国国库妥协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奴役制度 奴役制度之后就变成了美国整个国家的一个方向 所有对于美国这个破坏全部都是围绕在奴役制度上面 就是说黑人只能算是四分之三个人 然后他们没有投票权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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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的 到现在还是炒成这个样子 但是美国是唯一一个为奴役制度打仗的国家 为了奴隶的权力打仗的国家 为了奴隶奋斗的一个国家 其他的国家都只是跟随着美国的这个进步走的 但是美国到现在 黑人还是觉得说什么自己被迫害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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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民主党人就利用这一点 然后去摧毁整个神给黑人的这样一个计划 然后黑人不知道家庭是什么 甚至现在加州的这些地方 包括很多民主党州开始说要赔款 对吧 像那个洛杉矶 旧金山这些连城市也有 州也有 就说我们要帮助黑人 一切的原因 最开始的源头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建国的先父们 他们在这一点上面 没有遵守神的话语 对 他们如果当时要是顶住压力 遵守着神的话语 就是说我们生而为人 神创造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平老的 黑人只是肤色跟我们不同 但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人 都是神的创造 如果他们当时真的坚持神这样的话 今天不会延续到后面会有这么多问题 所以罪就是教嘛 对 所以他就是一直发发发发 发200多年发到现在 然后越发越大 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讲过很多次 就是川普不是神 川普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总统 很好会带领美国 会改善美国经济 会改善美国很多东西 但是道德观 价值观这东西 不是川普能反转的东西 对 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有发生改变 那川普当然会有软弱的时候 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这个非常非常正常 那你说他会 因为他太想赢了 他真的很想赢 因为他明白他的责任是什么 他也明白除了他之外 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把美国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带领 或者是能顶住这些压力 他明白他的责任是什么 但是他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会要选择 就是我是要选择神的真理 我想以前这样吧 但是对他来讲可能事实证明 就比如说2022的中期选举过去之后 他经过分析 团队分析他可能认为这个事实证明 就是说我们是输在堕台这一个方面 就是不管是我推出的这些人也好 我背出这些人也好 或者是我过去对堕台这个议题上面的强硬的态度来讲 可能会让很多保守派的选民 甚至一些基督徒 他们都不能够接受 就是完全禁止堕台的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们会因为这个关系 转而去选择不投票 或者是我投票投给民主党人 所以这个是他用人的这样一个思想 去分析出来的东西 就是说 那我认为现在现实分析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我在这一方面软一点 或许别的其他方面都没问题 大家都认可我 投票给我 我就可以当上2024的总统 但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人生中我们是要选择 就是我们是要用人的思想去思考 说我认为这样能成功 还是我真的就是 我这些眼前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不管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就是坚持这个 而且神会让我成功 而不是这些人或者是人为思考的方式 会让我去成功 所以要坚持被川普祷告 因为他的思想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要祷告去兼顾他 不要让他被这些 这些目须有的东西 或者是人身边讲的话 或者是等等 让他被这种东西所干扰 对 而且我们千万不能崇拜川普 因为他说这个 他绝对不会犯下这种第一级的错误 其实川普犯错 其实不是第一次 在他家马拉雅那个地方 同性同婚的那个时候 他办了一个party 同婚同过的时候 对 然后还有像说 他对于枪支 他ban了一个bombstar 他说我不想要在乎 我不在乎du process 我不在乎正当程序 我们先把枪拿走了之后 然后再去做这个正当程序 这些东西都是错误 都是违宪 都是非法 都是犯法的 然后他因为他这样的关系 他给了ATF这个样子的权利 去做很多很多现在所有的事情 像说现在要ban那个pistol grace的东西 全部都是他给出去的这个权利 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 当一个领导人 他们犯错的时候 他们的延续下来的东西是很可怕的 我们的确跟你说的一样 要帮川普祷告 希望他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这也不是叫大家不要去投他 这也不是在讨厌他 但是我们要认清的就是 他不是一个神 我们不能崇拜他 当他犯错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点出来 我们不能说 因为他是川普 因为他是什么 所以你做一切都是对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思想很可怕了 因为这样的话 我就会造就下一个毛泽东 下一个金正恩等等 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中后 所以我们要监督他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我们要保守他 思想意念 完全与神的思想意念是正确的 所以需要很多很多的祷告给他 不然的话人真的软弱 你看到身边这些声音 人真的会软弱 所以人软弱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川普软弱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 但是责任在你跟我的身上 要为他来祷告守望 而且要兼顾他 让他更多神的话语要充满他 他才知道如何做出每一个选择 然后第二个他在那边讲说 有国才有家 这是定律 王国何来有家 以色列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面是讲过很多次 而且是我们完全不同意的 我们有家才可以有国 对 就我觉得有国还是有家 这个概念 其实有人说先有国才有家 非常正常 因为我从中国小的时候 接受的教育一直都是这样 电视里也一直说 你上学也一直说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根神蒂固的东西 就是有国才有家 这变成一个顺口 你一张嘴就会说出来的东西 但如果你仔细去思考 就是真的是先有国才有家吗 就如果要是先有国才有家 那就是一个人他圈了一大块空地 对吧 他圈了一大块空地 他就在这插牌子 他说 我宣布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然后他就向周围村落的人喊话 拿大喇叭说 我圈这块地叫中国 谁愿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大家一听 哎呀 加入中国 好啊 大家就哗 把房子都搬过来了 携家代券就搬过来了 所以这块空地慢慢住满了人 这就是先有国才有家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从历史的嫦娥上来看 就好像很少有人看出这种事来 什么才 那当然了 也有一些那个比较意向天开的人 对吧 他们弄了一块小地 就说我这就成立一个国家 这种不算 就我们说看到所有的都是一家 就是比如说 这本来就是有一个社区了 大家本来就是住在这里了 只不过是政党换届 你想如果 清朝到民国这个期间 对不对 他们推翻清政府 那住的老百姓还是这批人 然后突然有一天说 哎 我们民国政府成立了 那老百姓啊 所以这个国就换了 也就是这些家都还在 但是国已经不是原来的国了 那怎么能叫先有国才有家呢 人被这个错误影响的太深 而且就是太多的人相信这样子一个错误的一个思想理念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一个国 然后才可以有一个家 其实世界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而且你在这边讲说以色列就是一个例子 这是完全错误的 以色列为什么可以复国 就是因为他们保留他们 每一个家庭保留的他们传统 他们有过渔月节 然后吃这个渔月节的这个晚餐 各方面的六个 还有西伯来语 对 我在美国认识的那些犹太人小孩啊 对 就比我小几岁的那种 他们都会讲西伯来话呀 你知道 这比中国人会讲中文 你看很多来这边的几代的ABC都不会讲中文 他们的语言可以留下来 他们的文化可以留下来 就在他们家里面 他们被希特勒被压迫的时候 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 他们该结婚还是照样结婚 然后他还是用犹太人的这个结婚的礼仪还有方式 他们延续了他们的习俗 传统 对 还有神的话语 陀拉的学习 对 在他们的家里面 所以说要保留一个文化的话 最重要就是家 你去哪里 你只要有犹太人 他们就一定会过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节日 然后他们这些文化留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有一天可以建国 所以说先有国还是先有家这个概念 我们不要被政府洗脑 我们其实不需要一个国家的 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美国或许有一天就是毁掉了 经济毁掉 然后什么 然后他开始大屠杀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至于我和我家 必定侍奉耶和华 神拣选以色列 是拣选这些以色列人 不是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 不然他就不会让他灭国 所以你如果要是从创世纪看来也是 就是神不是先建了一个国 神是先建立家庭 对 就是有亚当 然后有夏娃 然后他们生养众多 这是家庭 然后家庭多多多了单位之后 那是人自己说的 跟神说我们要一个王 神本来说 你们就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们是神国的子民 你们不需要有地上一个政权的王 去挟制你们 但是当时以色列人想来想去 还说我们要一个王 我们要一个王 我们要一个王 萨莫尔就说 确定吗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真的要一个王 所以那个时候是什么 是国 就是你找了一个人来统治你们 那这个人就说 来我们就是画一下地图 就这一块 就成为我的国了 我的国号叫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就是人都开始去侍奉这个人类的王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个概念的混淆 就是神的国跟人的国到底是什么 你说有国才有家 另外一种定义 没错 你要有神的国 就是你要服侍的是神的国 而不是人的国 你要明白人的国是人类的政权 所以很多人流血死亡 如果你是为了神的国 你献上了生命 你去殉道 非常棒 神一定会纪念你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你为了人的政权 几个大佬在那说 你们开始给我打打打 对吧 你像乌俄战争牺牲了多少年轻人 非常非常惨痛的事件 这些家庭里面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失去了他们的爸爸 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了人类的政权去 就是说白了就是替人卖命了 然后被人杀死 对 你替神卖命的话 你会得到神给的荣耀跟祝福 然后他会祝福你的家 但是你为了人卖命的话 没人会感谢你的 每个人给你一个奖杯 国旗则成一个三角形送给你妈 然后说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Your son was great OK你像现在之前的13个 在阿富汗死掉的那13个海军陆战队 就这个样子 然后就把你在那边一直看他的表 就在丧礼上面 对 一个国不会在意你的孩子 不会在意你家 而且他们会想要摧毁你的家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想要摧毁家庭 就是因为家是国极权的一个最大的反对势力 人会为了家而牺牲 会自愿的为了家而牺牲 我要为了我的小孩 为了我老婆牺牲自己 跟别人拼了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我为Joe Biden死 你要我为现在的Karmada Harris死 你要我为了变性的议程 然后丧失生命 不可能的 不可能一件事 所以说先有家还是先有国 这个东西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只要这东西一混淆了之后 我们很可能就会 我们会失去向神国努力的目标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来第二个朋友 第二个朋友这六言挺有意思 主持人抱怨大家只爱听八卦 不得不说主持人传福音很用心 评论时事的内容与带有嘲讽的方式 真的比干巴巴的其他媒体人说的更好听 谢谢 你应该感觉到很preciate 也别抱怨了 想象每天能对着几百上千人传道 已经比台湾半数以上教会的牧师都厉害了 所以说我必须要感谢这位Angela Wu这个观众 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我也知道 就是我们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有很多见证 有人原本叫变性 然后变性 也原本是同性恋说他不犯罪的 各方面我们有好多好多这样的 但是我真的有点就是 恨铁不成钢的这种 我明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会看到 就说哎呀基督徒起来不要再被骗了 不要不要再 但是说实话 我们每一期发出来节目之后 我们都会想要说看看回应怎么样 响应怎么样 但是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真的聊八卦 大家比较爱看 然后说正经事的时候 观看量就就掉下去 然后留言率也掉下去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的确稍微有一点灰心 不过 OK啦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一件事就是 牧者可以看 然后牧者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牧者可以带领他的教会 因为我们的力量是很小的 我们的力量是 这边放一个YouTube频道 这个样子 但是牧者 他是可以带领教会 他是可以动员教会 他是每一天跟这些 教会里面的人共事 然后呢 动员全部的教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是牧者 请你继续坚持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许有些地方你可能不同意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跟人之间不同意非常正常 如果不涉及到圣经真理的方面 其他东西不同意的话 当然大家都可以讨论的 我觉得那都不是硬伤 也不是一些大问题 那如果说你不是牧者 但是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是有内容的 或者你觉得说我们的节目 是会对现在的牧者 然后对教会是有帮助的 那欢迎你转传我们的节目 给教会里的大家看 可以给牧者来看 然后还有就是他说 我们就是别再抱怨啦 可以每天跟几千个人传道 已经比台湾的半数以上的教会 牧者都还要厉害 就是我们很感恩很感恩的一点 对 但是我们的野心比那些教会还要大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让基督徒起来跟着刚强 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让每一个人靠着神得胜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是翻转这个时代 所以我很急 所以我会抱怨 所以我会希望说 每一个人真是看了节目之后 然后起来去做什么东西 然后生命有改变 对 我们不是只是想要维持大家说 你们来看AI news 你看AI news 多好玩啊 你看这俩人做的多有意味啊 两个年轻人真棒 真棒 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想要的是 大家变得刚强 大家可以为了神而活 我们想要大家可以见证神 我们想要大家可以见证神迹 然后起来跟神一起做事 所以说我才会在节目上抱怨 所以我不是在跟各位抱怨 是希望各位可以起来 跟我们一起去服务 每天祷告 增加自己的灵命 然后增加对神的信心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 大家一起加油 这个留言 对我来说是个鼓励 非常鼓励 然后但是 我想要跟大家讲说 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是只是在这个摄影棚里面 在那边讲八卦而已 所以以后我们多来点这个积极的 正面的正能量的positive 让人听了之后可以 愿意起来行动的 在这里再跟大家报告 做一个广告 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在这个礼拜的主日 就是五旬节圣灵教官的主日 5月28号 我们会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有服事 AI News会在这边带敬拜 然后会在这边讲信息 所以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也非常感谢张伯丽牧师 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如此地看中我们 那希望大家 如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大家可以看下面的这样一个信息 在这个主日5月28号上午 可以来到丰收华夏基督教会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在这里也跟大家再说一下 如果要是有其他的教会 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可以接受 或者你觉得我们讲的东西是有益的 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发出邀约 但是你要先看一下我们频道 就看我们讲的东西 你们是否能够接受 就不要说我们去你们教会讲完了之后 然后回来跟我们打电话 说你们讲政治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看一下我们内容 如果你们觉得是有益的话 欢迎来跟我们发出邀约 可以来给我们的邮箱发信息 如果要是有认识我们的牧者 你就直接跟我们打个电话 跟我们说一声就好 非常感谢大家 那下一个刚讲完夸我们 下一个就是骂我们的 不过没关系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是非常不同意的 然后在这个观点上面 大家都是非常两极对立的 那讨论一下没有关系 好 这个朋友说 你们最可恨的就是在乌克兰问题上 磨冷两可 结果你们在台湾问题上 也站在中共一边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撒旦会通过一些 比如说你看到的内容 它会让你没有办法真正领受 这个人要表达是什么东西 其实我看完了你这个留言之后 我就想说你可能对我们有误解 就是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也发现 其实不光是这一个朋友误解了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可能也会误解 我们什么问题上会站在中共一边 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看我们节目 你就会知道我们不会站在中共的一边 当然在台湾问题上面也不会 乌克兰问题上面 我们也没有磨冷两可 我们一直都是非常坚定我们的看法 这两边我们其实想要强调的东西 就是打仗是不好的 然后打仗是伤人伤财 而且没有意义的 然后都只是为了国家的政权去 就是你这些老百姓无辜死掉 都是为了服务那些人的野心 对 乌克兰战争你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不会有任何一个获利方 是会一直在死的 那中国跟台湾这个关系 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那对于台湾的问题 其实是很多人 很多我们的观众会在意的 你去问一些台湾那些兵 还有你现在问台湾的年轻人 为什么台湾比中国大陆好 他们会说 因为我们的同性恋可以结婚 因为我们可以堕胎 因为我们的变性人有人权 因为我们可以看色情片 因为我们可以 你的自由就只能拿来做 这个样子的事情吗 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 如果中共打过来的话 美国一定会来帮台湾 如果美国帮台湾的话 就表示一定有美国的利益在这个地方 他们不会管理台湾是怎么样的 就他不会单纯为了一个什么所谓的正义 对去帮你 他一定是有金钱方面的利益才会去 金钱或者是国际上面 或者是国际的权力上面 他们才会来帮台湾 就像我家如果被抢的话 你不会特别坐飞机过来保护我一样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 包括美国也是一样 美国的政府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准备好有能力去应对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如果到时候人家不帮你怎么办 对 那就是死一大堆的人 对 就像我家一定要我保护一样 你不可能来保护我家 台湾人你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总而言之 我想说就是 我们绝对没有站在中共那边 然后我们觉得说台湾人 如果说你要独立 你要反攻大陆也好 所以随便你要怎么样 你要想的就是你建了一个国家之后 你要干什么 对所以就是我们可以从两个国家来看这样的例子 现在大家看一下荧幕上这个影片 到时候 多么的壮观 多么的可怕 每一个导弹这样射过来 然后就全部被拦截 你知道这是 每一天你说生活在以色列 你晚上看就天上放烟花 而且每一个真的都是导弹 就这样打过来 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确据 一个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子民 第二个是 他们虽然现在还不认识耶稣 但他们的确是殷勤的 向神祷告 向神呼求 神的手在他们的上面 所以没有人可以伤害他们 那你说如果要是 台湾想要独立 想要建国 像美国一样 这些人来到美国 是为了追求一片信仰自由的土地 他们想要在这里敬拜神 所以这两个国家 是以神为出发点 所以他们可以建立一个 和神心意的国家 可以这样说 虽然之后会有偏离 但是最起码立国的根基是在那里 每一个台湾人 你要知道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 兴趣哪一天你一睡醒觉 你就发现开始打仗了 那你要准备好自己 准备好保护自己家庭的 这样一个能力 第二个 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的身上 要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 只有神才能够保护台湾 只有神才能够保护你的家人 所以你不要寄托说 美国一定会来帮忙 不一定 人口里说说话会变来变去的 这个我们在生活中也都经常 国家之间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把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 希望神在灾难里面 可以保护每个人的生命的安全 所以我们没有说反对台湾独立 你当然可以去独立 但是你要知道独立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你从哪一个什么出发点出发 你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然后你要尊重为大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 台湾的教会可以承担这一部分的责任 因为台湾的教会 教会是有必要 是非常有必要 而且是有责任去教导所有的人 不仅是要带领他们信主 而且是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就是什么样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 需要台湾的教会迫切的起来祷告 如果你希望你的国家 还有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教会会越变越好 你希望教会真正能够给出国家 一个神要的方向的话 那你们台湾的教会一定要起来 我们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什么 特别是基督徒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这个人有没有信主 但是这个频道就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我们两个就是基督徒 我们不会为了任何国家的政权来去奋斗 我们只为了神的国来奋斗 好 所以就是不管我们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基督徒 你也要知道 如果做了违背神心意的事情 神不会祝福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定律 就是不管你认为你是基督徒也好 你是佛教徒也好 或者你是新法律宫的 不管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定律都是这样 只有这一个神 而且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 那台湾呢 如果要是想要独立 想要建国 大家去祷告啊 大家去祷告啊 对吧 那祷告的话 你要知道方向是什么 如果你是为了变性人同性恋 神不喜悦的 神不会去推动你为了变性人去建国这个事情 神一定不会去推动 但是如果要是基督徒起来 根基立在神的上面 神会帮助 所以这个祷告的方面就交给大家了 那希望今天呢 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可以让大家对现在发生的事情 有更多的警醒 也知道很多的责任都在基督徒的肩上 那不仅是传福音的责任 而且更是有教导真理 责任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大家一起来加油啊 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你有什么看见 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